歌手当打之年第二期于今晚播出 这一期的节目真的让人有喜有忧 喜的是华晨宇继续带来炸裂舞台的作品 其他几位选手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互有上下继续保持高水准的演出 忧的是毛不易遗憾淘汰 毛不易被淘汰 黄霄云补卫一难评 很不高兴 其实每一季的歌手 总是有很多喜欢的歌手被淘汰 很正常 从来没有过任何情绪 但是这一季的歌手改了赛制之后 毛不易被淘汰 而且是被黄霄云淘汰 坦率的说很不高兴 这也是第一次因为某个歌手被淘汰很不高兴 也正因如此 这半夜三更 还是想写完这篇文章 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如果毛不易是被其他六位歌手淘汰 个人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在此之前我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毛不易其实上歌手真的很吃亏 他的娓娓道来的唱法偏民谣 参加比赛不占优势 但是毛不易这次被淘汰是被所谓奇袭 而且补卫歌手是黄霄云 这个结果让人难以接受 就个人认知而言 我不认为黄霄云这样的歌手有资格上歌手的舞台 毛不易今晚的一婚一素非常动人 特别是在开场之前 毛不易还诉说了自己和妈妈最后的故事 真的边听边落泪 那种画面似乎自己就能涌现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一首好歌指得第七 不过尊重现场观众的选择 不满的其实还是黄霄云的补卫而已 并不是针对人 而是歌曲的质量 还有歌曲的动人之处 如果歌手的舞台已经不能让优秀的歌曲胜出 还有什么意义 歌手舞台成了华晨宇演唱会现场 他果然比两年前厉害了许多 华晨宇这次的状态很好 而且他真的一点都不纠结 基本就是把自己的演唱会曲目往舞台上搬运 完成度 舞台呈现效果等等都是顶尖的 华晨宇在第一期的时候就说 自己比两年前要厉害 果真如此 优秀 也许也正因为如此 你能明显感觉到华晨宇和其他歌手现场所呈现出来的差异 其实非常明显 其他歌手的歌也很不错 但是就是单纯的唱歌 而华晨宇则除了歌 还有舞台 灯光 肢体全方位的配合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表演 今晚的一首斗牛非常地有趣 讲述的是斗牛是和牛之间的故事 失而悲壮 失而优雅 最后一段rap 简直炸翻了整个现场 再次蝉联第一 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结果 其席歌手刘博欣勇于挑战 赢得了尊重 刘博欣是一位新锐歌手 曾被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 是一位音乐才女 也许因为在美国求学的关系 她的音乐风格有明显的欧美风 加上她比较中性的声线 非常有feel 而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她眼熟 因为她曾经参加2018年的中国新说唱 夺得年度第四 你rapper夺得第四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成绩 如果你有留意这档节目就会发现 说唱的高手大部分都是男性为主